神不切记 叹为观止 江西独运 传世共赏 与历史对话和未来有约 传承人 守住民族之魂 这酸爽 跨越三个世纪 历久弥新 我们这个工艺也是在老祖宗的 技术上慢慢慢慢发展起来的 恒顺正强香素发展的过程 我感觉就是我们传统调味品 这个科技进步时 这美味靠的是坚守传承与创新 一个是注重品性 要守得去苦 要守得去这份贼 匠心淬炼 醋香绵长 千年醋叶 生机换新 一个稳定的人数交多的一个核心的城市 是指我们这个传统的记忆不是传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镇江恒顺香醋酿制记忆代表性传承人 乔贵清 醋是中国各大菜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据文献记载 我国的酿醋历史至少在三千年以上 由于原料 酿造工艺的不同 各地的醋口味相差很大 中国叫地大物博 这个气候差异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每一个品种的醋 它后面都有非常的悠久的历史 和它特定的原因来形成的 镇江这边是江南水乡 所以我们这边的做醋 一定是以糯米为主要原料 山西那边相对干旱一点 所以它那边种的都是旱作物 它那边的原料就会以高粱为主 中国医药大典称 醋产浙江杭绍为最佳 实则以江苏镇江为最 镇江香醋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独特的自然环境 酿制原料和酿造工艺 使得镇江香醋独具色 香 酸 醇 浓 五大特色 酸而不色 香而微甜 色浓 味鲜 越成越纯的这么一个特点 经过多少代人的总结出来 它充分地利用这个大自然赋予的这个粗酸菌 和我们这个原料的特点来形成的 1840年 单途人朱兆怀创建朱恒顺糟临方 开始酿制百花酒 1850年 恒顺采用自家酒糟为原料 开启了酒糟制醋的漫漫征程 现如今 恒顺不仅成为了上市企业 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古物食醋酿造基地 2006年 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一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一代代恒顺制醋人的匠心传承和砥砺创新 而酿醋大师乔贵清 无疑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乔贵清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智醋技能大师 已经在恒顺从业40年的他 称得上是位智醋的老把士 乔贵清的父亲在恒顺干了一辈子 资成副业本应是一段佳话 但回忆起当年进场做翻配工学徒时的情景 乔贵清说 这实在是不情不愿之局 从事这个工种比较苦障味 城市上的小孩基本的不愿意来这场 就这么个情况下 我们当时一起来了21个 都是来自于农村 父母都是在恒顺的 那要不是为了当时这个八几年 那个城市户口我也真的不愿意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 厂房陈旧 扁淡罗筐 炉席大纲 这就是老作坊制醋的家当 恒顺香醋的酿制 要历经制酒 制胚 淋醋三大过程 大小40多道工具 酿醋必先酿酒 恒顺香醋 选用镇江当地的优质糯米高温蒸熟 冷水冲林降温 摆入酒区 使淀粉糖化 发酵成酒胚 这是致醋的第一步 这是酒胚发酵钢 这个里面是酒脑 它以这个蒸料 蒸饭拌饭 酒精三天满糖以后 加了几次水进行发酵 到今天之上 发酵程度以基本进入到五到六天 我们这边的水土 气候非常的湿润 所以我们这边的整个发酵 就特别适合 我们这边的微生物群的生长 酒精发酵完成 下面便进入酿醋的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醋胚发酵 枕浆香醋存放越久 口味越香醇 这完全得益于 它所采用的固态分层发酵生产剂 传统醋胚发酵的过程 要持续二十一天左右 将发酵过的酒牢 加入敷皮 倒坑 拌成固态 并接种后放入缸中 每天需要从一个缸 换到另外一个缸 分层翻动一次 进行降温 透氧醋化发酵 这个过程叫反培 又称倒缸 这也是乔鬼青进场时的工作岗位 我们在发酵的过程中 是要集中醋酸菌的优势 等于一层一层的翻 这样的每天带一点新鲜的营养原料 同时我们集中醋酸菌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让它进行集中的优势来进行酿造 这就是我们翻配使用的耙子 这是到底以后用的过激 这个手往下钻 这个手往上带 它就一种用的用的就可以带上推 如果说这个不用的 它就带不了推 拉不上来 当翻了三爬以后 就要进行个回爬 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 乔鬼青每天要重复几千次 一起进场的工人 有些因为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压力 陆陆续续地离开了 每天上午最起码要三个多小时 就是重复地操作模式 操作方式 它每个钢倒过去 它的量就要达到四五吨 最后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到母亲为止 仍然在从事这个岗位上的 也就五六吨 乔鬼青的父亲 是他进场的第一个师傅 但也仅仅坚持了半年 乔鬼青便萌生了退役 把自己说不住了 这种气味 电影不敢看 公交车不敢坐 人都的力量不敢去 操作过程当中 用力过猛 脚没站稳后摘进去了 弄了满头满脸都是的 这是一种很窩火的感觉 再加上我父母父亲指着我 我本来是一种宿舍的工作岗位 到这里做这种事情 整个给自己这种 灰溜溜溜的感觉 我就不敢就不敢回去了 在老车间主任的遗载劝说下 乔鬼青又回到了恒顺促厂 回来以后的乔鬼青 开始沉下心来 跟着厂里反聘的 智促前辈冯小毛 学习智促的每一步流程 我们这个发酵过程 它虽然有一套工艺 是比较成熟 但是比较粗犯 因为发酵过程当中 它是一种随着时间 温度 它的变化 季节 所采取的相应的 生性的操作方式 它怎么判断呢 就抓一把粗胚上来 抓紧成团 松开转散开 这就是微色仪 测断这个平温的色仪 就是一手平行擦四十缸 抓一把胚 看手指的感弯 你当年感觉到 到了第三个手指的时候 就适合温度正常 比方说这有第二个温度 这有温度 那就太低了 在师父的颜传身教下 乔鬼青感受着酿造的奥妙 发现了致醋记忆的 另外一片天地 因为它这个发酵过程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设施上会有很大的变化 比方说刚开始 它在击种的过程当中 它的最主要的气息 就是酒味 酒的香味 然后击种培养扩大以后 它又担有淡淡的酸味 这就是在醋酸菌 这种完备的情况下 这个就可以断定 它醋酸菌 因生长反着 它是比较旺盛的 这个菌种培养过程当中 这个温度的把控 手发的操作方式 来保证 醋酸菌在整个生长 培养过程当中 强壮的生命力 日复一日的翻胚和琢磨 乔鬼青练就了一项绝技 手插入醋胚中 便知温度是多少 尝一口便知 卤汁发酵的程度 看一下颜色 便知已发酵多少天 嗅一嗅便知酸度如何 凭借着自己高超的 制醋记忆 乔鬼青没让制胚池 发生过一次 发酵过度的情况 最难的就是要了解 我掌握 醋酸菌生长 每个生长环境 它的所需要的外物条件 和自身所需要的 一个发展的因素 才能够清而易举 成名价属地 来掌握它 操作它 要想一个合格的师傅 一个要具备自己能力 第二个要有一个 掌握和操控 整个发酵过程当中 一个操作方式 和工艺指导 1985年 以灌代钢 和以持代钢技术的突破 让恒顺 迈入了规模化发展 这时候 传统的人工翻配模式 已经无法满足 发展的需求 企业发展的需求 要做大做强 做大做强 如果不改变这种方式 和模式 你是没有这种 发展的前途 为什么 虽然比钢要轻了 但是它还是一种 空障位 要一啪啪地过去 一悄悄地翻过去 劳动的 你解决不了 很多人都不愿意 做这个工作 他全面到 做酱菜去 做黄酒去 他不愿意再做这个工作 如何解决 翻配环节的 机械化操作 在很长时间内 成为困扰 乔贵青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末期 厂里成立了 生产工艺改革小组 乔贵青也名列其中 逐立解决 翻配机的研制 最大的这个 就是在这个风味 品质和风味上 有所担心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 他可以 这个以各种 不同的方式 和手法 来操作这个配料 而一旦用了机械 它就是很机械的一个模式 它不可能 将磁边的 到了磁中间的 将重点的 到了边上去 进去轮换配 因为它这个 在发酵过程当中 它的每个区域 每个段落 它的温度都不一样 历时半年的时间 拿出来样机 它这个翻配是可以过来了 但是泡料的力度太大 没事就阻碍了氧气的供给 就影响了发酵的这个过程 乔桂青 没日没夜地待在制胚车间里 根据多年制促经验 反复监测 进行数据的收集和汇总 为翻配机最后的定型 提供了技术支撑 1990年 恒顺自主研制的 第一批翻配机 正式投产 从此 手工制促历史宣告结束 填补了我国传统酿醋行业 机械化生产的空白 随后乔桂青又主导完成了 发酵池 炒米色设备 醋墨完全回收 三大季改项目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为恒顺相处 从机械化 向制农化发展 奠定了基础 恒顺也从传统的小作坊模式 迈上现代化生产的快车道 一举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 我们做了里程碑性的一个开拓 就是我们保持这种传统的风味 传统的美食不变 但是我们实现了产业化生产 而在这些人 是以我们乔老师为典型代表的 我们这一期待的人中 来逐步挖掘出来 来传承起来 来给我们行业的传承 传统的视频做出了一个样板 随着恒顺相簇的快速发展 乔桂青在全国制簇行业 声明确起 相继获得江苏省技术能手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称号 2018年5月 乔桂青被评定为 国家级飞移项目 镇江恒顺相簇酿制技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这酸爽 跨越三个世纪 历久彌新 我们这个工艺呢 也是在这个老祖宗的技术上 慢慢慢慢发展起来的 恒顺正教乡素发展的过程 我感觉就是这个 我们传统调味品的 这个科技进步死 这美味 靠的是坚守 传承与创新 这个是注重品 要守得去苦 要守得去这种这种 匠心淬炼 醋香绵长 千年醋叶 生机唤兮 一个稳定的人数交多的 一个核心的城市 支持我们这个 传统的技艺啊 不是传 国家级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镇江恒顺相簇 酿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乔桂青 神不切记 叹为观止 江西独运 传世共赏 与历史对话 和未来有约 传承人 守住 民族之魂 现如今 乔桂青的儿子乔祥 也在父亲的指导下 开始学习传统的致促技艺 出入车间的乔祥 和几十年前乔桂青来时 如出一辙 就是说这个环境啊什么东西 都有点排斥 而且有些是味道 也会无法接受 就是经到那个车间之后 基本上就是呼吸都呼吸不了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 从小的印象当中就学习我实践 所以就不太想 当时他刚毕业 他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 到学会的模糊那段时间 也给他一个锻炼 他认为不是太好 所以他也就勉强接受 对他要求是 不要给我丢你 好好做人好好做事 现在 乔祥已经成长为 恒顺老作坊展示班组的班长 一家三代酿醋 在恒顺乃至整个镇匠 都传为美谈 和其他非议项目不同的是 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 一开始就和恒顺企业的发展 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现如今 传统酿醋技术 仍然是恒顺的核心技术 每年我们都有一定的梯队 在培养我们的基层人 先让他从传统的做起 就像我后面的背景 先让他来翻 那首先你要能吃得了苦 跟着一样就是第二步 就是给他进行标准化的灌输 给他理论的灌输 那这样的优秀的分子 慢慢地就体现出来了 作为智醋技能大师 乔桂青对智醋 有着深厚的感情 对于选徒 他的标准也是异常苛刻 一个是注重品行 要守得住 要守得去苦 要守得住这份追 要并且能够安心地去 做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有个基本行业 叫一年落行 二年落到 三年掌握 四年精通 这个当中也要靠一个 自身的修行 一个恒星的支配 我们考核师储的 途机的这个 一个看家本领 就是眼看什么 你能不能掌握这个记忆 比方说一年以后 那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 让你去接触 然后对一种考核评价 2005年 乔桂青在镇江市技术大赛中 获得第一名的时候 恒顺醋业的智促技师 只有三人 如今 乔桂青技能大师工作室 有高级技师五名 技师五十六名 高级工九十八名 中级工一百二十六名 形成了老中轻梯队完备的传承体系 我们现在是五年一个梯队 我们现在手里面 大概有六代的梯队在传承 从学徒到大师 从传统到现代 从业四十年 乔桂青用专注和坚守 诠释了义丝不苟 追求卓越的匠心精神 一个稳定的人数较多的 一个核心的层次 使我们这块传统的记忆 不失传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起到主力军的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